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时间2021年6月30日 这里是我Raymond Wong,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 马拉根 各位网友好 新西兰 易德台阳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拼经制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之余 还要壮大中立模式力量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这些极端分子拿了社会的话语权 正棍极端分子扭在一起 一般普通老百姓绝对没有运行 好了,这节目就要讲一讲 华为 大家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我是一个华为的粉丝 手机啊,路由器啊 平板啊,手标啊,全部都是华为的 耳机,我本来也想买个华为的 不过呢,我觉得 就是,花得太多钱不是这么好的这段时间 那我就没有买到 之前我也很想买的 有机会,买了之后可以用个耳机来录节目 那大家可以听一听 究竟会不会音质方面会有所提升呢? 那我也很期待,应该是有机会的 那这节目呢,讲华为的最大缺点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引述一下 任总的讲话的 那讲话的时间呢,其实就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前的了 那两个月之前,为什么现在才放出来呢? 就是这样说,别人公司内部的东西呢 当然是公司内部的人先看了 留得出来都一个月之后了,最少是吧? 那我们是早两天才拿到一个文件 那就看到 签法人就是任正非 因为他是跟金牌员工代表讲的 就是我们这些什么牌都不是 是不是?那些金牌员工 当然是他们知道一些东西 当然是会精准一些 以及是紧贴一些 那这份讲话多要呢? 其实都很长的 那我们抽一些重点来讲一下 因为那些金牌员工呢 其实是有做消费者用品的 那个部门的员工在这里的 他们就叫business group 或者叫bg 那因为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 由于美国的限制呢 华为做消费者业务那方面很困难的 但是其他服务 就是做电信商那边呢 其实都不是十分过得好的 这个都是有困难的 还有我在这里就了解到一件事就是 他们想拓展一些云端计算的服务 还有硬件销售服务都是很难的 因为一听到华为这两个字呢 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就是好就是好 但是如果政府突然之间全面跟着美国的那种做法去打压 那你买了那些伺服务或者租了那些伺服务 那可以怎样呢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来的 现在还没解决这个 那他的金牌员工里面呢 也有全球采购认证管理部的人 那有些员工 就是提及自己在工作上 和国外供应商接触有很大的障碍 而且困难越来越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在外面都知道的 还有供应链管理部门的员工说 之后的供应链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艰难 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也都有做坤鹏相关业务的员工 文任正非坤鹏的未来走向 那坤鹏是一个 计算平台来的 就是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坤鹏处理器 坤鹏主板和开发套件 放到一个叫做泰山服务器那里 那当然了 现在这些硬件的销售都是很困难的 那针对每一个问题呢 任总也有答复的 最核心最核心要听着这一句 就是任正非说 不要因为美国打压华为 而不认美国是老师 而且不要让自己设定过高的目标 另外 华为需要多基因融合 突变防止内卷 这个说法就要细心分析一下 那内卷是什么呢? 严格来说内卷的意思就是 发生在不应该进行征益求征的地方 任正非就回答 华为制造部金牌员工的提问的时候说 技术领域是科学技术和工程 科学只能够被发现而已 因为它是客观规律 是不能创造的 技术是创新 但是可以有很多种汽车的 工程是追求征益求征的领域 其实我是有些不同意他的说法的 没错 技术是创新 但是呢 汽车严格来说呢 都是一个工程来的 因为你是会征益求征的 越做越好 理论上是 那什么是技术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应用科学本身就是一项技术 你一样工程的成品 里面可以包含很多很多的技术 那任正非说什么呢? 任正非就说 工程领域要征益求征 那就不叫内卷的 内卷就是发生在 不应该进行征益求征的地方 科学就是犯大量错误之后才能够有所发现的 技术创新也会有大量失败的 但是工程 他就说比喻一座大桥的建设 不是可以随便创新的 这样大桥就可以容易地跨塔 大桥的工程方案 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论证 才敢用这个公式来设计大桥 我都要拨一下任正非 虽然我很尊重任老的 但是呢 他是不了解造桥的 造桥其实都会有很多技术创新的 不过你创新还创新 你是要计算到一条数 证明桥是不会倒 你才会在框架里面创新 那起桥有什么创新呢? 就是用不同的物料 那不同的物料 如何验证它 可不可以拿去起桥呢? 那就做很多测试 那些测试呢 其实就会有很多错误的 一定也会有失败 就是刚才任总所说的 科学的尝试 技术的创造 那好了 任总又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随着5G时代的来临 5GTOB 已经进入不少行业 那TOB是什么意思呢? TOB就是面向企业的模式 但是仍然未出现爆款应用 这个为什么会说任总这个讲话呢?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系列 在正向部里说5G为什么是失败技术 那时候就分享了一个华为前员工 其实也很厉害的 那个人 是博士后的专家 他就认为5G是没用的 现在任总也很清醒 任总他说 没错已经进入了很多行业 但是未出现爆款应用 也未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而对于华为5G的业务 任正非表示 新技术的成长是要一段漫长的过程的 华为现在才刚刚进入5G市场 它的应用价值 还需要时间在未来体现 短时间就没那么快能够体现它的价值的 说真的5G现在都是两年而已 应该是19年的时候开始讲5G这件事情 两年不算是什么时间 大家还要记住2020年 整年都是疫情的 在疫情之下 流动通讯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的 2020年呢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用家里的WiFi的 就是手机的数据是整年都基本上没有用过的 尤其是封城那些人 怎样用啊 在家里用 是吧 在家里又很笨 长期都在家里 是啊 长期都在家里 所以现在你看不到5G的那个应用呢 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是 也是粗浅的看法就是 之前我在《正向报》讲的那篇 分享那个5G没用的那个文章 其实我是不同意它的说法的 那我们迟些有机会再讲 我都知道我欠网友的 有些网友说想听 但是就是 那个问题就是想做的节目太多 没有时间 那在那个座谈会里面 任正非还针对 华为云计算的业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他就说呢 华为未来的数据会越来越大 困难会越来越多 但是中间建立协调性方面呢 华为公司还是一个弱项的 水平还是很低 他建议华为要将目前CPU 要平均利用率15%的能力提升到35% 令到客户不需要花多些钱 就增加一倍的能力 而由于华为的算力是走这个 集群计算的道路 提高每个计算单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责任 因此就一定要做好这个数据调度的中间件 华为是初步起步而已 华为云这一件事 是要时间的 就是你说跟阿里巴巴 阿里云比 那当然是距离差得很远 任正非还说呢 华为公司在工具问题上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现在公司文件要求 所有干部都要通过资格考试 如果不具备这种资格 就要换纲 就是换职位 他透露 华为去年软件系统的干部 下台率好像是69% 是啊 不过并不是全部人都被人辞了 辞退了 是转到其他崗位上 好了 这样的情况 困难的 所以现在他们有些员工都说 跟国外供应商的接触越来越困难 这个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 是近这两年而已 华为遭遇美国多轮制裁和打压 令它的消费者业务 营运商业务 都遭遇了比较大的打击 因为基本上去到5G 就不用它了 严格来说 现在华为和那些电信运商 有关联的业务全部都是4G 5G是不能用它 很多地方都是 我看到很多地方当然是说英文的地方 就不是说非洲那些 非洲那些当然可以做 欧洲有些地方都做得 但是坦白说 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莫加 基本上是不会用的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荒谬的 因为如果你打压它 营运商那一方面 你没理由消费者那方面都打压了 因为你全线打压 其实只要理性一点的人看一看 你就知道 根本上就是美国佬怕了你华为 之后会怎样呢?不知道 再看一看 今次这个对话里面 有一个来自华为消费者部门的员工就说 由于美国制裁华为消费者业务很困难 他就问了任正非一个问题 未来我们是否要坚定国产化的方向 继续走下去 这个是金牌员工 金牌员工 他们想法的深度是很厉害的 我看到也学到很多东西 任正非怎么回答呢? 任总又是一个思想高度很厉害的人 他就问 中国是不是全球的一部分? 是! 所以我们坚持全球化 也包含了国产化 我们不可能走向封闭 必须走向开放 我们仍然要坚持向美国学习 他的百年累積 灵活的机制 在科学技术上 还是比我们强很多 这些谦卑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任正非认为 在科学、教育、技术这些方面 美国是强大的 这是真的 有些人说 美国留学的人 在国内考不了 国内的大学 才去美国读书 其实不是的 之前中国和美国关系好一些 中国国家 拿钱出来 送去美国读博士的学生 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有的 其实是 而且很多是回到建设祖国的 我自己也认得不少 他们那些人 就是看穿了美国佬的虚伪 你只要去美国 住几年 你和社会有些接触 你不是闭上眼睛 只是在读书的话 你会知道美国佬有很多东西都是很虚伪的 但是 他有几个方面 真是强 科学技术的累積 教育真是强 还有一件事 任正非说 百年基础比较老实 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打压我们 就不认为他是老师 不向他学习 这样 我们就会走向自闭 华为全球采购认证管理部的金牌员工提问 任正非 他就说 现在国际环境变化很大 我们和国外供应商接触很多障碍 而且越来越难 你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就说 首先 就要好好合作 诚心诚意和其他人合作 工作本来就很难 其他人做不到 正正是说明了我们的价值 任正非就在这里推介了一部电视剧 我也开始了看 因为任正非推介我 有些网友叫我看 我也没什么时间 但是任总一叫 真的要看看 就是人类社会 没有哪一步的前进是容易的 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觉醒年代 这么重要的电视剧 大家一定要看的 好了 现在就要讲一下华为最大的缺点 这个就是华为云基酸的部门 或者叫BG 就是business group 有什么指示呢 任正非就说 未来数据会越来越大 困难越来越多 但是刚才我们也有说过 中间建立协调性方面 在华为来说是一个弱项 水平很低 目前华为CPU利用率只有15% 因此必须要有好的中间建 他还说华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用最好的东西做最好的事情 比如一个买菜的大妈 用的储存系统要不要最好的呢? 要不要用石英玻璃来制造? 不需要的 可能买完菜收完钱 数据就不要了 那我们储存是没有分类的 对不同客户 其实应该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来降低客户的负担 那任正非也说 他的讲话既要 给徐直军加了一句 徐直军就是华为的副董事长 和轮值董事长 极简的结构极低的成本 任正非就加了几句说话 极简的组织结构 极简可靠合理的流程 干部专家的巧核极简化 否则华为不能够生存 社会的竞争 我们不能够自己改变自己 社会的竞争 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对于备受关注的 昆鹏业务未来走向 任正非就说 是要坚定不移做下去的 不可能做到一半就叛徒而废 这样会害了很多合作伙伴 那面对这些金牌员工 任正非一开会就说了 每个人要放下金牌的包袱 努力前进就可以了 任正非就说 在探索人类历史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没错 完全纯洁的人 其实就是慈禧 一扔就懒了 人往往是和错误 斗争的过程里面不断前进 你们虽然被评为了金牌员工 但是不要揹着这个金牌员工的包袱 回到家里把金牌交给家人挂起来 自己不要理他 继续向前奋斗 不要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任正非他认为 人生应该是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前进 不要好高冒远 不要让自己定一些过高的目标 有可能多努力都去不了 你一生都会失败 华为现在还是鼓励员工去海外 这个要讲一讲 任正非也介绍了 华为的海外政策就是垂直提拔 贯彻蒙哥玛利计划 什么叫蒙哥玛利计划呢? 有没有听过这一件事?各位 没有啊 是什么? 据我的了解呢 这个就是二战的时候一个计划 不过在华为那个语境 就可能有些不同 其实蒙哥玛利呢 就是一个英国军官 如果你看回头 就是二战的历史 这位阿哥呢 其实就 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但是在华为的语境呢 是什么? 我就完全不清楚了 所以他说 贯彻蒙哥玛利计划 我就 一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后面那句我就明白 就是给一些优秀员工呢 可以 走这个垂直迷拔的道路 那目前华为公司 早建的新部门 新公司大多数骨幹 都是海外选调的 那他还鼓励 一些胸怀大致 有潜力的年轻人 应该尽早去海外 那由于有些人误解去海外呢 就是去艰苦的国家 就要过艰苦的生活 那任正非就解释了 这个是不对的 譬如呢 华为在南苏丹的代表处呢 三个中方员工 有两栋大别墅 篮球场游泳池 电影与音乐厅 咖啡厅全部配备 那华为呢 还会加快海外环境改善地下地 根据一些介绍呢 就是华为公司规定了 艰苦国家生活 是要达到瑞士富人的生活标准 工作环境呢 就要达到欧洲标准 将员工的生活和工作 完全分开的 那海外的办公环境呢 和生活环境 都会达到一定的高标准 艰苦奋斗呢 是精神上的 仓道和营造一个有品质的环境 令到海外的员工生活 就更加舒适更加开放和高效的 任正非就说呢 鼓励员工走去最艰苦的地方 不单止要是思想意志锻炼 而且是业务的需要 因为华为公司呢 很快就要云化 云化了之后呢 只要哪里有一个前站 华为的云就可以去到哪里 所以员工要走出国门 他们要继续贯彻加强对海外员工的关怀 对艰苦地区工作员工的关怀 关怀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物质条件的问题 第二就是思想和业务培养和晋升的机会 那最后一件事 就是说一说5G的发展 因为之前都有很多质疑性 对于5G发展这个问题 任正非就说 任何一个新技术的成长 都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5G都不是万能的 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 从信息产业来看 每一个新技术出现大概需要10年左右才发育成熟 那现在这个速度 已经比工业革命时期的速度快了很多 比如火车发明到火车规模快 应用就隔了几十年的 工业革命就是60年一个台阶 信息革命基本就是10年一个台阶 华为现在才刚刚进入这个市场 它的应用价值还要等 未来体现出来 短时间没那么快就可以看到它的价值 这样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的 就这样 拜拜 拜拜